好 将来我们说另外一件就是看起来给大家稍微开心点的事情 最近林依晨一直在为自己的电影做宣传 这个绑着丸子头的她竟然还是那么的少女 是的 像我一样绑着丸子头 完全看不出年龄 而且你知道吗 林依晨今年已经35岁了 而且她还在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自己减肥的一个瘦身秘诀 间接暴露了自己小老人的这个生活作戏 两座金钟奖最佳女主角出道16年没有任何负面新闻 林依晨绝对算得上是娱乐圈中的模范生 不过在踏入演艺圈之前 林依晨的生活却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高中时父母离异 经济困顿的妈妈苦撑什么都不说 直到一场意外林依晨才决心扛起家这个重担 2000年为了帮弟弟换新电脑 林依晨报名参加美少女比赛获得冠军而踏入演艺圈 第二年她考入大学 大一下学期主演第一部影视作品《18岁的约定》 虽然说起顶不错 但是一边拍戏一边念书的生活 还是一度让她喘不过气来 曾经在六年内出演十三部舞相剧 每天熬夜拍戏让她的身体出现透支 2009年脑下垂体发现肿瘤 不仅生活习惯向阻了老年人 林依晨的情绪也是常年保持平静状态 不会有太多大起大落 很激动的情绪几乎都用在戏里 镜头的时候就好好利用 然后一喊卡 我就是很亮的那种状态 我了解 而且依晨的个性 她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性 始终保持着本贞 又踏实努力 在林依晨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女演员的更多可能性 一个表演工作者 还有其实是一般人 都会有被人家仰望 或者是轻视的时候 可是我觉得只有她自己 应该要知道如何平视自己 然后知道自己该是个什么样的人 可以是个什么样的人 L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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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nty